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为终身事业 这个话题乍一听会觉得有一点私人 甚至有一点亲密 但是只要深入下去 你就会发现其中的残酷跟黑暗 事实上文学当然不只是一个风景区域 也远远不应当是一个名利场 它还是一个永恒的战场 在这个战场上有各种各样文学思潮的厮杀 也有感知和情感领域的革命 同时呢还有自我和世俗的较量和格斗 那我想每一个曾经走上过文学道路 以及正在走上文学道路的人 他一定都曾经被内心深处的那股烈焰灼烧过 我们今天邀请到线上的嘉宾作家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早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并且一直很笃定的走在这条道路上 可以说是早早的中了文学的勾引跟蛊惑 所以接下来我会请他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究竟是如何将这样的一时的激情 转化为终身的文学事业 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们的中方作家徐小斌 徐小斌是中国文坛著名的天才 同时也是怪才 他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早早成名 在八十年代初 他的处女做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当时就像一颗杂像文坛的炸弹 炸飞了那个时候通行的叙述模式 打开了小说写作的崭新的格局 那我跟徐老师算是认识多年的归宗密友 所以他的作品我几乎是无遗遗漏的 全都读过并且非常非常的喜爱 他的作品 《雨蛇》《敦煌遗梦》《得灵公主》 《双鱼星座》等等都被翻译成了 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等等十余国的语言 在海外同样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受到了世界读者的追目和热爱 同时在美国国家图书馆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均有他的藏书 2014年他的作品 同样入选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亚洲著名女作家 并且曾经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 第八届全国图书奖 加拿大第二届华语文学奖 小说奖首奖 2015年英国笔会文学奖等等 那他的代表作 雨舌同时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 很怎么讲 很传奇的作品 也成为了首次列入世界著名出版社 Simon Shuster国际出版计划的中国作品 热烈的欢迎徐老师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意大利作家 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时 也是记者的Kiara 那Kiara同样也是少年成名 在意大利的文坛 她是一颗闪亮的文学明星 很早就将自己的写作热情 转化为一种职业发展的笃定的目标 那她的作品像薄薄的生活 别人家的灯 每十分钟和不安公主 父的子宫等等 都在16个国家被广泛的翻译 除了文学创作以外 Kiara同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媒体人 她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播客的主播 我也很期待能够看到 她在媒体上的作品 她现在已经有两本书 被翻译成中文 在中国出版 其中不安公主 就是由我们今天 同样到来线上的 著名的翻译家 陈英老师操刀翻译 既然说到了不安公主 接下来呢 我就要介绍我们著名的 翻译家陈英老师 陈老师她是意大利 马切拉塔大学的语言学的博士 曾经在意大利执教 现在呢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教授 那陈老师也是一位知名的译者 他意见的意大利的作品 可以说是译著等身 其中有 那陈老师也是依靠其精准 并且高产的翻译 获得了2020年单向 接年度译者的荣誉 这也是一个在业内 被广泛认可的奖项 与此同时呢 他还在2021年 获得了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颁发的意大利之心 骑士勋章 荣获意大利外交和国际 合作翻译奖 欢迎您的到来 谢谢 那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 被徐老师的作品当中 那种黑暗童话 同时很神秘很玄傲 又深邃的那个世界所迷住 他的小说 好像一种感官完全打开了的 多维世界 或者说是一个神性的世界 这样一种极端的敏锐的感官和直觉 似乎是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时期 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他其实 他的写作在摆脱一个文学上的 油腻的中年 那事实上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的小说 也从来没有试图逃离过 他个人的童年记忆 他自己身上也始终保持着 那样一份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同样的 今天我们的意大利作家 Kiera 他也是一直将家庭 将人际关系 将童年视作自己写作的母题 所以我想在我们谈话的开始 请两位作家来谈一谈 自己的童年记忆 和个人写作的起源 我觉得写作呢 大概分两种 一种是童年记忆式写作 一种呢 是后天努力式的写作 我呢 写作可能就属于童年记忆这种 因为我的童年 很难概括 真的很难概括 可以说像一个魔镜 一面是 很灰暗 另外一面呢 是金碧辉煌 怎么讲呢 就是说 灰暗的这一面呢 实际上是从我五岁开始 在五岁之前呢 可能我是家里的小宝贝啊 上面有两个姐姐 然后我是最小的 而且我属于开盟 可能比较早的那种小孩 我记得五岁的时候 我画了第一幅 公笔式女画 然后在 因为我出生在北方交大 然后在北方交大 就传媒美谈 因为这个小孩 这么小会画画啊 然后呢 而且就是我父亲呢 就是每天给我们讲童话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的女儿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跟我姥姥住一个房间 我姥姥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句话 就说 我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里 都埋着恐惧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因为我姥姥 就是她这个佛教徒的 那种礼拜的仪式啊 现在可能讲起来都非常久远了 就是她要敲木鱼 要打坐 然后呢 她平时就是释迦摩尼的那个肖像啊 被围在一个围墓里 然后她平时是不让我们看的 但是我小时候好奇心特别强 我对佛的第一印象不是敬畏 是一种是恐惧 因为那个释迦摩尼 她已经就是外面镀的那层金粉 脱落了 里面露出了一个黑色的那种东西啊 一个小孩 在那个柜子上 她那个柜子叫神龛 爬到那个神龛上一揭开 就觉得很害怕 这件事走向极致呢 是一件 也就是我在六岁的时候上学之前 我姥姥带着我上了居士林 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寺啊 广西寺里面有一个居士林 她带着我 穿过那个佛殿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一下子把我吓坏了 是什么 就是同时有三尊很大的佛的佛像 他是倾斜着 然后就俯视着你 而且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子 他看到那个俯视着三尊佛像 而且他那金粉基本都脱落了 都是黑的 然后那一次呢 我就下病了 回来就生病了 这是我恐惧达到极致 这样呢 就说我的童年 我觉得很复杂 一面呢 是我爸爸讲一些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 各种童话那种滋养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姥姥就说 带来那个佛教的东西 他佛教的东西呢 给我的并不是那种崇拜呀 敬佩呀 而是一种恐惧 好像就是一个被吓坏的孩子 刚才我为什么讲就是 五岁之后 我的境遇变了呢 因为五岁之后呢 我妈妈生了我弟弟 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最早的性别意识 也就是说 我从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 一下跌落到一个阿比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 我妈妈 她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 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但是她一样的重男轻女 而且她的重男轻女 就是难以描述 所以刚才那个 陈寅老师也讲到 就说这个母亲的这个影响 我在语学里说了一句话 就说 失去了母爱的孩子 将伴随恐惧流浪终生 不断地向她证明自己 但是最后都是枉然 直到后来呢 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上山下乡开始了 我就自己报名去了黑龙江 因为我完全可以不去 两个姐姐已经去了三线 三线工厂 我可以不去 但是我为了想逃避家庭 而且我想到一个外面的世界 去看一下 我自己在没有通知父母的情况下 我自己就消了户口 由于外部世界的这种压抑 我几乎完全逃离 进了我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在自己内心世界 建立了一个秘密通道 实际上是我的一个 很早的一个内心秘密 也就是说我长时间的 在我的塑造的一个幻觉世界当中生活 包括在黑龙江 大家回忆起来 都是那时候的艰苦 我可以举那么一两个小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气温是平均温度零下四十多度 那么现在北京 比如说零下十几度 就觉得冷得不得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不知道就是说 零下四十多度是怎么过的 而且没有煤烧 没有煤烧呢 就是必须得到雪地里去刨斗街 一跺斗街就只能烧一个晚上 这样的大家那个 就是唯一的精神享受 就是大家围坐在那个 烧斗街的火炉旁边 听我讲故事 我所有知道的故事都讲完了以后 为了不辜负大家 我只能就自己编故事了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 成为我就是最早编故事的起源 我一直在用幻想对抗现实 在从黑龙江回来探亲的那一年 我十七岁 第一次尝试写小说 因为我必须要有一个出口 心里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但是世界上没有几个真正的聆听者 你只能用笔来说 那个时候我野心很大 想写一个长篇 但是我写到将近十万字的时候 这个小说是没有结尾的 这个小说的名字叫除鹰粪河 然后它就成了一个手抄本 在那个交大的大院里 小孩传来传去 后来成为那个东方时空总策划 杨东平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地下文学手抄本 他把这本书列进去了 但实际上这本书是没有写完的 我就先讲到这儿 这实际上就是我的写作的起源 也是回答刚才维娜的话 从徐老师的讲述当中 我们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 一个小说家他的魅力 就是他拥有这种讲述的魅力 能够把我们迅速的带入到 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 带入到一个主人翁的内心里 其实我已经 这回我已经进入了 他那个童年的时代 我觉得其实写小说的人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超强的记忆能力 这个记忆力不是说对于事件 或者是具体的人物的记忆 而是一种感知上的记忆 就是我们对于经历过的事 或者碰过的人 这些具体的信息是容易记忆的 但是对于我们曾经感知过的东西 对于我们身上的那些痛苦 或者说纠结 哪怕是愉快 就这种感知 其实是非常难 微妙的 深刻的把它记录下来的 但是我发现 徐老师在讲到他的童年的时候 他的那份当年的创伤 他的惊吓 他当时的幻觉 到现在都依然是历历在目 刚才其实他讲到 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震撼 就是他第一次看到内尊 内尊已经剥脱了的小佛的时候 那种惊吓的感受 那我知道陈英老师 曾经讲过 她翻译过的《不安公主》当中 也同样有一些东方的宗教情节 跟Kiara对于道教 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那接下来我就想邀请Kiara 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的童年记忆 还有你对于东方哲学 东方宗教的一些感受 我非常感兴趣的感受 谢谢 谢谢 是一种很深刻的激烈感 因为我希望到了快速的会儿 晚晚安 我的你的土地��和我的地区 我做了一路的旅行 我在 China 我对我们的旅行 而且已经深刻的关系 我在小时候当我比较 端起来我曾到小时也曾缺乏为一近平 e quindi è vero quello che stavamo dicendo, che nei miei libri si sente il rapporto profondo che io ho con una filosofia di vita proprio orientale che trovo più mia rispetto a quella occidentale nel grembo della quale sono cresciuta. Ho ascoltato con molta attenzione questo racconto di infanzia che è vero, è già un romanzo. 我刚才说,我在这里聊,因为这就是我的第一篇算计 这是我的第一篇算案是在我的年读,我 har了一篇算计 我叫 Clara Enrici,我这些昭秀的彩某 这些昭秀的昭秀,我有只有十分年语,我还有一篇主要的昭秀 这就是说我一个女孩 我爸爸是一学生的 我妈妈工作了在监督 而他们人们在悲惊 所以很关注于他们的工作 我经过了很多时间 我认识我爱了,但是本来正是没有关注的,而我认识我认识的问题 我认识我认识我个人有点儿的问题,我认识我好多的朋友 我去睡眠,我来自小时的少年我认识我,我自己的导致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我只问了我说我一生的 我讀書 而不是很難讀的,但為了解釋更善,因為自己被娛應了很可怕。 因為我感到很想和我 Deborah夫人很憂。 也同時我也有她的懶惰,但懶惰不凱無蠢,但懶惰不凱,懶惰不凱亂。 我還 söper tego實在真的並不懂得擅長。 和這也 這我講的, 在我的最後一篇文章中,《The Grembo Paterno》 我介绍了一篇文章的主持人,名叫 Adele 一篇文章很相似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少的文章 文章的文章在我的文章中的文章 在文章中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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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章中, 而且我大概取得更多一处一成長的文章中, 花的文章中, 而我卻不得了那些文章中, 我卻不得了一位文章中, 我 COLINK的文章中, 我认为我藝了 wichtiger一篇文章。 我只指了一篇文章中, 我认为了《The Grembo Paterno》 《的文章中,》 《的文章中,》 我认为了《小島》 我认为《的小啦, 《The Larce》 《Grembo Paterno》 我第一次第五篇文章 我认读了我的位置 我认读了自己的 我认为了好好的 我们的最早的 是令我想 我认为了相机 都比较更高的 以为我认读了 我认为人 我的 선생那里 我认为联盟 我认为联盟 那些人 可能他们也比较 比较高rove 和事业 我认为我 所以我认读了 还有 一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所在 我看到了这种交友,就是要改变了一种事,是有专业的事? 是有专业的事?是有专业的事? 我愿意是有专业的事? 有专业的事? 我说到今天更加一个女性, 改变了专业, 做一业努力, 必须需要注意, 因为我会开始设 Ooo と很会儿的广衣 少年幽并 我小时候我发布了 广词 所以我的势员是 的思论 让我感受到 那儿困惊叻 就是要设 说这一点是一位 但不要上一位 只有一个工作 不后是灵魂 我看不在一起 我不能力 自己那种 学习 不需要 之一 以后 就是不需要, 之后,这需要改变了一项 在一个选择, 我非常感激烈的 这里有我的课者, 在这些程中, 今天今天我看到 她是课者, 是很多课者, 他们的朋友, 有些朋友, 是一位朋友, 我非常感激烈, 我对他在这里 也有点感激烈, 就是他也有关于 一课人的课者, 的故事我可可不再多被冲记者 可是那一个手書 是一道文字可可 是一道文文字的脑文广 浑微信 我提到一道文字 一道文字 我最可爱的编曲 我 должно 15文字 耶 和我最爱的という文字 两点是让文字 中文字 《遇见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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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比如《遇见鑫子》 《遇见鑫子》 《遇见鑫子》 这是一道文字 你自在说 così ho un'urgenza e alla fine le urgenze che abbiamo noi esseri umani sono tutti i richiami del bambino spaventato che c'è in noi quel bambino spaventato ha di nuovo paura si fa delle domande io a quel punto mi lancio una sfida stilistica può essere una favola illustrata o un romanzo intimista come il grembo paterno o un romanzo corale come le luci nelle case degli altri e comincio a lavorare quindi se non c'è quell'urgenza io non riesco a muovermi e io credo che tutta che proprio il nostro lavoro il lavoro di scrittura sia un tentativo di rispondere a quel grido di speranza con cui si conclude un romanzo che io amo molto che si chiama natura morta con picchio di tom robbins quando lui dice non è mai troppo tardi per per costruirsi un'infanzia felice non c'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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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nfanzia felice è una domanda impegnativa io appunto ho appena pubblicato un romanzo che si chiama il grembo paterno per dare oneri e onori anche alla figura paterna noi siamo abituati a pensare all'irreparabilità del grembo materno naturalmente io credo che noi impariamo ad amare a chiedere a dare amore lì sia nel grembo materno che nel grembo paterno sono proprio quegli spazi tant'è che appunto nel mio romanzo ci sono i padri c'è l'uomo di cui si innamora Adele e poi che la rimanda fatalmente l'amore lo fa no? ci rimanda al conto aperto che abbiamo con un genitore a lei la rimanda al suo padre però naturalmente protagoniste sono le donne che raccontano questi uomini sono le madri, le figlie sono le amanti, l'amante sono le donne che raccontano questi uomini nei miei romanzi la madre c'è sempre c'è una madre ferita c'è la madre che non ascolta c'è la madre io ho esplorato molto le figure delle madri nei miei 15 romanzi nelle luci, nelle case degli altri la madre muore alla prima pagina eppure rimane per tutto il romanzo soprattutto lascia una lettera alla sua bambina che si chiama Mandorla una lettera che la madre ha scritto quando è nata quando sua figlia è nata nel momento in cui muore la bambina trova questa lettera che poi accenderà tutta la perché in questa lettera la madre che è una portiera di un palazzo dice guarda che non è vero che io sono una ragazza madre tuo padre si nasconde nel condominio dove io lavoro è uno di loro e le mogli decideranno di non voler sapere chi è il padre e adotteranno la bambina tutti insieme quindi madri lei ne avrà ben 5 5 padri ecco questa lettera in Italia è diventata io questo romanzo l'ho scritto 10 anni fa questa lettera è diventata come un manifesto della maternità in Italia ok ed è particolare condivido questa insomma questa esperienza perché io non ero ancora madre quando ho scritto questa lettera era una lettera in cui proprio una madre appena diventata madre si rivolgeva alla sua creatura che non aveva ancora visto che era stata presa dalle infermiere che è nata troppo piccola per questo si chiama mandorla e dunque lei si rivolge a questa e questa è una lettera che le lettrici appunto hanno insomma sapete che succede che nel momento in cui io 4 anni fa sono diventata madre non avrei mai saputo scrivere quella lettera è incredibile perché le lettrici i lettori venivano da me e mi dicevano ma come hai fatto senza essere madre a saper scrivere una lettera così e io oggi so che proprio perché non ero ancora madre potevo diventare tutte le madri perché poi la maternità è un'esperienza così personale così fatta di ombre e di luce così che affonda le mani a sua volta nella figlia che tu sei stata perché io tutto mi aspettavo nella vita tranne che una volta diventata madre mi metto a scrivere il grembo paterno perché perché diventare madre mi ha prima di tutto riaperto i conti con la bambina che io sono stata io mi aspettavo di scrivere un romanzo sulla maternità e invece no il grembo paterno è proprio un romanzo sui figli che siamo eternamente dunque di sicuro appunto la madre non si può non passare attraverso la madre perché io credo che ogni scrittore pensiamo a quello che per me è il più grande di tutti almeno nel mondo occidentale Proust alla ricerca del tempo perduto quel bacino che lui chiede alla madre all'inizio della ricerca lo continuerà a cercare per tutta la vita quindi di sicuro io credo che non ci possa essere uno scrittore che per cui il grembo materno non è un cantiere sempre sempre aperto forse lo è per tutti però noi abbiamo la maledizione e la benedizione di poter riempire di parole questo cantiere sempre aperto la benedizione 我认为就是母爱的缺失 它会让人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它有多少的很多 获得很多很多的爱 它也填补满这个空洞 母爱的缺失就是一个空洞 但是好在什么呢 好在年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我觉得在我纠结了 漫长的这种时间之后 就是现在我这个年龄 总算是超越了那个年龄了 就是超越原来的那些内心的痛苦了 我会比较客观 比较平淡的看很多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说人生不必圆满 可以留一个缺口 把能量传递给他人 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我倒是对陈寅老师刚才说的 另外一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就是关于这个翻译的问题 陈寅老师刚才说到这个翻译的问题 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 我觉得这个翻译的好坏 真的决定了这个作品的 在其他国家的这个就是阅读 就是是不是有阅读快感 是不是能读到那个表层故事背后 那种深刻的东西 是不是能读到他的文学修辞方面的 比如说象征隐喻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都是对于翻译的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认为啊 咱们国家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翻译 就是我记得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 读过那个莫里亚克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那个 爱的荒漠 好像是桂律方女士翻译的 我真的觉得那个翻译真是太 就是他非常优美又非常深刻 他比如说就说他能溢出那种 非常微妙的心理 他就是用他女性的他 他是一个永远迷恋不可企及的人物 而对身边完全可以企及 对他献殷勤的人不屑一顾的人 他就把那个把那种 把那种微妙的那种女性心理 翻译的特别准确 而且这方面呢 我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挺挺有趣的小例子 你比如说1996年呢 我作为那个就是中国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 去访问美国 在美国的四个大学讲学 然后就是是杨美汉大学邀请的 然后接着就他们学界都相通了 然后就是科罗拉多大学 然后编辑法尼亚州立大学 然后马里兰大学 然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讲课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葛浩文正在那当那个就文学教授 他正在翻译王硕的那个玩的就是心跳 后来他就他就问我很多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比如说王硕说 两个凡是三棵树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就觉得一个翻译 他就文学水平再高 他也不可能就是了解到 就是这个两个凡是三棵树 高高山上一条藤 两个凡是三棵树 他也不可能了解到这个两个凡是三棵树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政治的一个讽语 所以呢就说葛浩文就是当时问了很多问题 而且葛浩文就是当时他就非常非常看好莫言 然后那个他就一直在翻译莫言的东西 而且他跟我讲就是说 对于莫言的东西呢 他愿意重新构造一个故事 来讲给美国人民听 那么我觉得莫言霍诺讲 跟葛浩文的翻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再一个小例子就是曹云轩的那个青铜葵花 我记得2016年的去伦敦参加那个书展 然后当时那个就Helen 就翻译那个曹云轩作品的人就坐我旁边 他就讲到这个翻译 他说曹云轩有一些东西 他就给他改写 而且他给他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相声词 就是那个儿童文学 就儿童有时候他喜欢那种相声词 比如说砰砰砰 他就会给他加上去 所以我觉得曹云轩的获奖 也跟Helen有一个直接关系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说那个这位意大利你作家 也是很荣幸碰到陈寅老师 这种优秀的翻译真是很荣幸 我就是特别希望 我能遇到优秀的翻译 因为我所有的小说 都是编织的表层的一个故事 我是面对普罗大众 面对读者的 但是我所有的都有一个内核的东西 是面对我的知音的 我特别希望我的翻译能够破译 我的内核的东西 但是至今为止 好像我还没有这样的幸运 因为文学啊 就是说你有文学性 你不能直说 就是说你通过什么 说明了什么 那就是一个很浅薄的东西 恰恰好的小说 它就是应该是混沌的 多艺的 像珊瑚的触角一样 可以向任意方向延伸 那样是一种混沌的美丽的小说 所以就是那种混沌性 和它不可言说性 如果要是能够被翻译出来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翻译 我就特别期待这样的翻译 所以我在我所有的小说里 就是我的小说基本都是长销书 就不断的再版 但是呢 不是畅销书 每次再版的量都很少 唯一的一个所谓的 有一点算畅销书的 就是德林公主 即便是在德林公主 这样的所谓畅销书里 我也是讲了一个表层故事里面 还是有我的内核 我表层故事很简单啊 就是在1903年 那么清朝的驻法公使玉庚 任满回国 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回国 两个女儿就是德林和荣林 他们两个人是从小受西方教育长大的 那时候恰恰是已经过了庚子国难 然后就是慈禧呢 由排外变成媚外 所以他急需两个翻译 当时叫传译 他就把德林和荣林留在身边 做了传译 这个整个故事是很明晰的一个线条 就是讲两个女孩进入清宫 然后怎么样把西方文化 带进中国中西方文化碰撞当中 碰到了什么样的那种 很有趣的各种小故事 包括就说慈禧一开始拒绝画画 拒绝给他画肖像 最后怎么接受 然后拒绝摄影 最后又怎么接受 然后拒绝化妆 然后最后又怎么接受 法国的化妆术 就很有意思啊 这个小故事 但是我里面深层 依然埋着一个盒 这个盒是从头到尾的 就是贯穿着 因为它当时是一个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也就是所有人人制 是一直在讨论中国的走向 究竟是君主制 君主立宪制 还是共和制 所以就是这个核心 是埋在里面的 即便是这样的畅销书里 我也是埋着这样一条线的 它是一条暗线 大家可以 就是说读者可以喜欢 那个表层的有趣的故事 但是有很多研究者 还是看到了这个暗线 所以我觉得写小说 不是用讲故事 这么简单的东西 可以概括的 它一定要有它的文学性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 它是一种复杂的 混沌的 不可言说的这样的东西 就是关于那个翻译的问题 我还有最后一个 因为这个是我在翻译 那个不安公主的时候 一直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正好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在说翻译问题 也非常感谢徐老师提到这个 就是玩的就是心跳的翻译 因为当时这本书也是在意大利翻译了 然后翻译的特别生动 我特别爱看 因为原版我也很爱看 因为它是用北京话写成的 基本上是 然后意大利的标题就翻译成了 那个玩的就心跳就变成了玩火 所以非常有意思 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表达 就是几个人在一起打牌 然后就说给抽力了 这个人就是把钱给输光了 然后这个意大利的翻译也非常厉害 就把它翻译成就是 钱包已经被榨干了 然后口袋已经被榨干了 就用了那个所有的意大利语的俚语 非常地道俚语去对应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意大利语翻译非常好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翻译这个不安公主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特别忐忑 因为不安公主的标题叫 guacosa guacosa的汉语就是某士 然后你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书 的标题叫某士 在中文的语境中是 别人是无法接受的 这个不安公主是我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一个思考之后才想出来的 因为中国在唐朝的时候 有那个平安公主 还有一些 就是太平公主 就这样的一种表述 是非常朗朗上口的 所以不安公主的标题 如果再翻译成意大利语的话 就成了一个 就是principest的 就是完全就不是原来的这个标题了 所以包括这个书中的很多的一些人物 也是这样的一种处理 所以这个翻译到最后来说 尤其是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 比较难以就是理解的 或者是一种比较微妙的东西 在另外一个语言中 就像那个玩的就是心跳这样的表述 必须重新写 必须重新找到一个对应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当时在翻译的时候 这是我首先想问那个作者的 因为我很少有机会跟作者 去进行这样直接的交流 就是像作者对于这样的处理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那个作品被背叛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 就是作者在写这个 不安公主这个故事的时候 背后的一个就是对于中国的 比如说道家的这些经典的 一个阅读情况 他有没有看到一个类似的 就是这种表示这种空空 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东方的一项 这个人是生活在他的虚空之中 他讲一个瓶子的用处 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它是一个空间 所以这是非常东方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思想是怎么样的 形成的一个 包括是阅读 还是人生体验自己悟出来的呢 还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呢 这是我想问的两个问题 就借这样的机会 就是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作者 因为它们是非常典型的 因为它们的作者 是非常典型的语言 是非常典型的语言 啊 暗淋入 读 通讨论可知道 che come scrivono è il puro fatto di stare al mondo la vera avventura è vero c'è molta filosofia taoista è vero perché appunto è e e lo sforzo mette in scena non a caso c'è la principessa dell'inquietudine dell'irrequietezza e il cavalier 典的邀请求ож%. 怪物怪物拴凭入, 先生, 集团组会 為中间佛 對不同的到底 和俱订 een provide 跟我们同時 对该不行。 有关于一个人有关的关于几个人的关于几个人, 是与其他的关于有关于不几个人的关于不几个人, 与其无关的。 真的不几个人的 numbers 和这个分别的关于不几个人。 我也在看不几个人时, 不几个人后,我的女人在第一章中的登场上, 是对恐怕得到的妈妈, 我想,说我的故事后, 这种我许词是我们两个宫的一切 我许词真的实在我许词 我许词太多 wage 但现在被认识 也就乱成了 优优独播 禁诙优独播 我们的同时 可以说过我就是此语 那我可以说 我可以跟他一起去旅行的旅行 我只能游出了 我直到我旅行 我直到我旅行 我一直在那裡 我一直在咱们 在咱们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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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种姿态开始时我问题的生意 我是一直在那里走 那段运动 因为我认识地走 有那个 breed稳定的 我跟之前的那种俱 истор在我的露面 我现在学习就是我 也像并咱们买到出镜上 自己的席线 当时我可不得懂 串联系 ustintivamente andavo in in quella direzione è qualcosa in cui io profondamente credo a cui sono arrivata attraverso una ricerca che era psicologica e poi ho capito che in realtà io credevo che era psicologica e in realtà era spirituale però di quel tipo di spiritualità lì che si ritrova in tanti miei romanzi perché per esempio nell'ultimo nel grembo paterno 一旦主持人,主持人,人主持人,其他事,其他寓人,其他人是否很難,其他人不容易成為心理的言論, 世上人的我身體主持人,其他人不允許主持人,是無法之外,其他人的毀不允許主持人之一, 即是要改善你的愛, 你的愛受到孩子, 在愛, 即是在另一種愛, 但在一種愛更適合我們。 這也有很多關於你的 filosofie, 如果你想想的。 剛才幾位老師都談到了翻譯的問題, 並且談到了翻譯當中那種混亂性, 複雜性,我覺得這其實也是 觸到文學的一個本質的話題, 或者說文學性的本質, 就是它始終在面對一些不可解決的困境, 始終在聆聽一些無法發出的聲音, 始終在表達一些無法言說的表達。 那某種意義上其實作家寫作 就是始終在跟永恆去搏鬥, 那我也看到了兩位作家作品當中 都有面對一些, 不管是作為女性, 還是作為一個個體的人 所面對的一些永恆的困境。 所以我想最後, 我們還是延長一點點時間, 可以聊一下你們人生當中 是否遇到過一些終極的選擇, 是否有過如何面對那種永恆的困境。 徐老師先開始吧。 好, 我特別喜歡看那種小說, 就是你比如說像那個斯當達的法尼納、法尼尼, 好多人都沒有看過, 但是我就非常喜歡那個點, 就是法尼納公主呢, 他美麗富有很多很多追求者。 然後他到了已婚的年齡, 他誰也沒看上, 但是他恰恰愛上了一個被通緝的燒炭黨人。 我看到這個小說以後, 觸動了我一些內心的東西。 然後我在19歲的時候, 當然我這個小說也沒有發表, 我寫了一篇叫做《鐵窗問答》, 寫了一個女孩在維音道上散布, 就是她的一些想法。 然後她和一個鐵窗裡的人隔空這樣的問答。 這個小說很奇怪, 就說像這種形式, 在我19歲的那個時候, 實際上是社會上完全沒有呈現過的,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為什麼寫了這麼一個小說。 然後實際上就講到了維娜剛才提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這個, 就是終極選擇的這個問題。 我用那個她, 就是女性的她, 她在維音道上散布, 一邊在想, 她覺得人生就是兩條路, 你儘管人生非常非常複雜, 但是說穿了最後就是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布滿鮮花和掌聲, 然後有各種的誘惑, 然後你可以去追隨這種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一個名利場裡, 然後得到很多很多那種, 就是那種人生當中那種物質的那種, 所有的享受。 但是呢, 另外一條路呢, 是布滿荊棘的一條路, 她就想就說, 何去何從是選擇的時候了, 我就在19歲的時候, 我寫了這麼一個, 後來我把它原封不動的挪到了, 就移植到了羽舌裡面的一段, 也就是放在那個羽舌裡面有一個女作家叫亞丹, 亞丹寫了這麼一段, 實際上後來我覺得我經歷的一切就是這樣啊, 就是你很多的那種, 在我們寫作當中, 也會遇到很多那種名利的誘惑, 然後這時候你是跟他和解, 然後你還是堅持自己, 這是一個終極的選擇, 你有時候在不經意間, 你就會妥協, 就會跟某些你原來很討厭的東西和解, 你會長成你原來年輕時候非常討厭的那種人, 但是如果你要堅持自己的內心, 堅持自己最初的那個選擇, 你可能會喪失很多很多, 在前幾年我就會為這種喪失而痛苦, 但是現在我真的不再痛苦了, 因為我發現喪失實際上就是得到, 喪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得到, 為什麼這麼講, 我覺得世界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 和你整個寫作的發展, 就是一個無比50圈 當然,有什麼問題嗎? 有 因為我身為為會有關於你, 因為我遇到的問題, 在某種問題, 在某種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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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內心有關於關於我, mia vita e la mia scrittura. Io consegno, l'ho detto già, alla scrittura le mie impotenze, le mie speranze, ma su tutti, su tutto consegno alla mia scrittura la speranza di scegliere sempre la vita, l'esperienza rispetto alla tentazione di chiudermi, cioè di far vincere la parte buia, di far vincere la parte nera, perché io consegno alle mie storie soprattutto questo, i miei personaggi sono sempre, dentro i miei personaggi c'è sempre una lotta fra la voglia che hanno di vivere e la fatica che fanno, perché sono creature ipersensibili, sono creature appunto con una difficoltà, con la realtà, con le relazioni. Le relazioni ci salvano, ma le relazioni ci ammalano. Dunque io credo che la scelta per quanto mi riguarda è una scelta quotidiana, di scegliere sempre di non avere paura rispetto ad averne, paura dell'amore, paura della vita, paura di provarci ancora, paura dell'altro, ecco perché l'abbiamo detto, gli altri ci possono guarire, ma comunque sono gli altri che ci ammalano. Quindi io credo che la scelta più grande che io ho dovuto fare nella mia vita, più volte mi sono trovata davanti a questo bivio, no? Scelgo la paura o scelgo di non avere paura della paura. E in questo senso, ecco, io non amo quegli scrittori per cui la parola è una fuga dalla realtà, è solo un gioco, no? Un estetismo, un gioco. Io proprio come la mia collega mi gioco una partita molto impegnativa con la parola, una partita emotiva, esistenziale, politica, sociale. Mi gioco la vita con la parola e consegno alla parola questa scelta che provo di far sì che sia sempre continuare a provarci, avere il coraggio comunque di vivere, amare e lottare per quello in cui crediamo. grazie a tutti. grazie a tutti.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